第三道科目 线绣 时间不限 开绣 一 八 三 四 五 这又比的是什么 披好丝穿好线 那就要开绣了 谁用一根针一根丝 绣出的针数越多 谁用一根针一根丝 就胜出 彻难在何处 将军 你想那丝线不到一毫 极其细弱 而每绣一针 需经过拉 伸 扯 三个环节 用力稍弱 你绣出来的针角 就不够平整 用力稍过 则丝线就断掉了 前功尽弃 越细的丝线 越难把握 正式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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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二十二 加油 后生可畏啊 最后一道科目 展示绣品 将军 前面几道科目 考的都是绣娘们的基本功夫 绣娘们真正的水平 还要看他们的作品如何了 我也希望他们能给我惊喜 嗯 春筹 将军感觉如何 我只觉得这侍女图 色彩层次清楚 相色合理 皆色顺合 嗯 将军说得极有道理 紫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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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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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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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不会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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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幕志愿者 是啊 向将军 那是 为你 既然 别说 母亲 你 你是我 他要杀 救我 母亲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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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哦 我看过他比赛的绣品 那确实是一副木丹啊 福林 那这副新衣花又是谁绣的 我不知道 来人 斩 不要 不要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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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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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直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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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相 谢将军接旨 大魏皇帝 赵曰 公主入驾柔然 所邪和亲徒图样 今宇柔然商榷 以最后 确定 令威元将军 谢其臣负责督造 事关社稷 不得延误 钦此 臣接旨 慢点 这怎么是新衣化 啊 怎么会有新衣化 啊 谢将军 此事的由来 稍好相谈 无愧 在 先帝禁令再现 那这新衣化 该如何知秀 嗯 皇上 为此还有一道圣旨 谢将军接旨 大魏皇帝 赵曰 我拓跋涛 授天明命 于本年二月二十三日 及皇帝位于赌宫殿 有潜力 尽新衣化 入化入土 即日起 全部解禁 布告中外 闲时闻之 臣接旨 此女何罪 无罪 老臣告辞了 李将 花木兰无罪 是 将军有令 花木兰无罪 当场释放 木兰 木兰 你听见了吧 木兰 没事了 愣着干什么 走了 没你们的事了 回去吧 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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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没事了 老别永远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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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没事 没事 跟别回家吧 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要去找谢将军 你不要命了 不行啊 我就是要问得明明白白的 不来 不来 将军 花木兰求见 不见 将军 他还传着求医 他说今天见不到你 就不走啊 叫他进来吧 是 将军 花木兰带到 你刚刚从闸刀下捡了一条命回来 不回家好生歇息 来找我做什么 我就是要问明白 我这条命丢得稀里糊涂的 捡回来还是稀里糊涂的 这到底是为什么 花木兰 你能活下来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你还问那么多干什么 我就是要问问 我为什么又活下来了 还是因为心一花 心一花 又是心一花 因为一朵心一花我差点丢了命 现在又因为心一花我又活下来了 这心一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心一花牵扯过于复杂 你不必知道 那谢将军 我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说明白 那心一花的确不是我绣的 是有人存心要陷害我 这件事情我会继续调查 那花木兰告辞了 木兰 木兰姐 木兰姐你没事了吧 木兰姐你没事吧 皇上有旨 大赦天下 有关新仪华的禁令 全部取消了 取消了 新仪华的禁令 全部取消了 走走走 咱们看过去 走走走 木兰 你没事吧 你知道新仪华的禁令 为什么被取消了 我不知道 洛医师 我要回家看我爹娘了 我先走了 圣伦 你立刻回到柔软 向丞相评报 就说新仪华背后之人 暂时还没找到 而且魏国突然废除了 新仪华的禁忌 还有 何钦图已经定了 五缝骨的锦绣山庄制造 你请示丞相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记住 回去的时候 带一车丝绸和药材 当做掩护 是 还有 回来的时候 继续犯马过来 我要清海葱 知道了 木兰 你看你瘦了好多 来 多吃一点 木兰 木兰 爹 娘 我出去看一下 是你啊 是啊 我来看我订的货 真不巧 家里最近出了好多事 你的货还要耽误几天 你干嘛盯着我看 好 我觉得 你好像变了 我哪变了 我觉得你变漂亮了 无聊 夸你漂亮还不行啊 你还有什么事吗 还有 木兰 你知不知道 当我听说你 要被杀头的时候 我真的好担心啊 谢谢 你说你 什么东西不好绣 非要绣一朵 新衣花 我再说一次 我绣的是牡丹 不是新衣花 那新衣花 是有人故意栽赃 陷害我的 谁 谁什么过分 你告诉我 我帮你教训他 我要知道 还用上刑场吗 木兰 你一定知道 只是帮我说而已 没关系 你告诉我 现在新衣花也解禁了 所以没关系 我再说一次 我不知道 那这个人 为什么不陷害 紫苏 芙苓 还有春朝呢 光就陷害你 那你去问那个人呢 他是谁 我再告诉你 最后一次 我不知道 绣新衣花 是在哪儿学的 我告诉你 不是我绣的 但是 你到底还有事吗 你没事 我要关门了 再聊一下吧 你喜欢聊是吧 好啊 那你自己待在这儿吧 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 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还是什么都知道 但是不输 要不 咱们把他抓起来 绑上 拿鞭子抽他 逼他出 谢启臣要砍他脑袋 他都没招呼 你觉得他会怕我们吗 他不是喜欢那匹白马吗 那我再会柔然 带匹白马回来给他 不就行了吗 当初他一心想要白马 是因为他爹要上战场 现在双风讲和了 不打仗了 哪儿需要什么马啊 那 我们现在怎么办 心仪花在这个时候冒出来 肯定是在向我们发送消息 不管木兰说的话是真是假 这条线索肯定在他身上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 心仪花 事情是这样 柔然挑衅之意 昭然若见 所以臣以为皇上为此冲冠一怒 那反而中了柔然的奸计啊 那以你之见该当如何 皇上雄才大略 胸怀天下 麒麟一怒 王皇上 您见 王上 转告柔然特使 这百花争艳和亲图 美国当一朵不少 一笔不改 完全复原 先生现在应该知道 这幅和亲图 在皇上心中是何等重要